疫情很難過啦 我看你算是死的 核心的民生物資喔 九月份最高的 漲幅雞蛋 雞蛋6.33% 渣拉油4.03% 衣服3.54% 肌肉3.04% 這個都高於平均的2.63% 院長 疫情很難過啦 疫情很難過啦 生活難過啦 所以我們黨團 我們的黨團 可以開個機車會 我們強烈建立行政院 油價動漲 可以嗎 委員是這樣 我們十幾年來 已經有一個油價的漲跌機制 運作良好 也就是不管怎樣 該漲漲 該跌跌 我們還有個原則 我們要周邊 有一個最 不能最高相關 亞洲 我們有亞鄰國最低的這個機制 還有另外一個股價的穩定機制 院長啊 部長啊 七月份 不分朝野都要求油電雙動 結果你們都不要 我們也是一票一票算出來 我們的電價 我們的電價在十月審議的 那一次就已經沒有漲了 對不對 委員 所謂部分黨派 藍綠立委 都要求動漲 結果你們理都不理啊 不會啦委員 電價有動 油價因為十幾年來 已經有一個機制 我們就不給他干預 我再講一個實際情況 我的選民跑來告訴我 他說他今天四月份五月份啊 五十公升的加油啊 八百多塊 現在加油五十公升加滿 一千五百塊 四月份到現在半年足足了 增加一倍啦 老百姓真的很日子不好過來 對 委員應該不是這樣 有漲有跌 有漲有跌啦 看總數啊 看長期啊 四月份到現在啊 對不對 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 既然物價都漲了嘛 你們也知道嘛 那你也提到了 蘇院長也提到了 要軍工叫調薪 讓他們研究 研究出來沒有 應該會往這一方面走 什麼時候可以決定 這個要有一個程序 還要召開相關的會議 多久啦 你不要有一個鍋子在啊 要調薪這個方向已經決定 決定調薪 不過尊重委員會 但應該會趕在明年一月一日前 不是這樣子啦 院長 趕在 不是這樣啦 來 你今天是決算 今天是總預算對不對 還要 我們預算沒有編耶 還要過院同意 預算沒有編耶 今天到年底來不及啊 是啦 預算沒有編啦 對 而且還要過院同意 對啊 所以哪裡說什麼 不會再十一月調薪嘛 要調薪也是明年一月 知道 但是你決定 你決定現在時間很短喔 對啦 你還要送到這裡來喔 是啊 還有錢哪裡來 你告訴我 所以要很趕嘛 錢怎麼來你告訴我 另外當初也是跟疫情有關嘛 錢怎麼來你告訴我 錢我請主機長來跟你報告 錢怎麼來 好 預算沒有編啊 今天是預算 預算沒有編 你原來都沒有想到 我前面對你很客氣 你只要對我不客氣 我也是很客氣 你客氣一分 我一定還三分 來 我很客氣你都沒有給我答案啦 院長口號就是 愛做事了齁 愛做事很好 但是喔 要戀戰 你怎麼好意思在做行政院長 你怎麼好意思在做行政院長 你幹嘛沒有表示政治責任 我請辭一下 你怎麼好意思 對不對 你要不要表示一下說 啊 我真對不起 台灣人民 把這麼大的權力交給我 我照顧不好 我請辭 嘴巴講一下也好啊 蔡總統把你餵餵啊 我不做這種嘴巴講一下這樣的事情 這一點請委員 這一點請委員 委員一定知道 所以如果任何 我應該負多少責任 怎麼樣 我都一點點都不會寬容自己 我一定負責 但我也不是做表演 我不這樣做 疫情不算 我就講一講不要這樣 疫情不算 死掉一兩百條人命 你的任內 你不應該請辭嗎 你覺得不應該嗎 你不應該請辭嗎 委員 是這樣 任何生命的流失 我都深感不捨也 很遺憾 那如果任何應該要負責任 是誰該負到怎麼樣的責任 我們一定不會 所以 在你的字典裡面 沒有政治責任這個事情就對了 沒有政治責任就對了 沒有政治責任就對了 委員長 我跟你上一課 看劉錫坤今天不在了 那個人家說是劉錫坤 看看劉錫坤 想想蘇貞昌 你不如劉錫坤 四條人命 他請辭 你一兩百條 加疫情一千八百多條人命 你繼續賴在這裡 讓老百姓瞧不起你 院長我跟你講 你看我們現在啊 因為你這樣帶 結果 普悠馬號 判決出來了 三年前十八百人死掉 只有判司機啊 台鐵局長也沒事 家通過也沒事 家通過也沒事 那是什麼世界啊 草間人命啊 在蘇貞昌內整閣 人家說死眾多人 叫做災難內閣 戀戰內閣 自民如 道 的內閣 那個才是悲哀的地方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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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